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股大涨百点 成交量561 为封关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如果你听了王老师 这礼拜的分析 你知道在315亿的时候 第一量我说过 这里是绝对的买点 风险有限 获利可能无限 各位你回来试问一下 来到这里的时候 王老师有没有跟各位讲 318亿 有没有接下来330亿 我说过 只有在天灾地变人祸的时候 台股涨跌幅减半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两三百亿 比如说金融风暴 921大地震 911恐怖攻击 还有就是SARS事件 只有遇到这种天灾地变人祸的时候 台股减半的时候 涨跌幅减半的时候 我说过 成交量才会出现窒息量 这个窒息量一出现 就代表告诉你 风险有限 获利想象无限 第二个 我跟各位讲过 从技术形态里面去看 台湾50 你回来看台湾50 台湾50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是多方的转折线 在这个缺口控盘 缺口控盘 空方控盘以后 1234 有没有 5 6 7 8 费事系数 1358 8第8天为趋势转折 所以回到趋势转折的时候会上 那你再回来看了 从美国的K线 从欧洲的K线 从韩国的突破 都告诉你说 这里都是多方格局 所以啦 我跟各位讲过了 整个台湾啊 在这一天出现了什么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 我跟各位讲过啊 这个叫做孤岛成心 有没有看到 12345 一日判转折 三日定多空 五日判趋势 12345 为孤岛成心转折 孤岛成心转折 就会向上 所以啦 你看一下王老师 传真稿 那时候和有微科 我说过三线返红 乘胜追击 有没有 有微科涨停 今天你看有微科 有没有再涨停 昨天小涨 获利回吐 我跟各位讲过嘛 量价没有背离 何惧之有啊 泰山奔于情 面不改设 这只是获利回吐而已 今天再创涨停 来到多少 34.95 王老师代会员是23.5 一张赚1万块钱 买10张 你手上现在有10张 就10万块 你手上有20张 你就20万块 那时候 王老师告诉会员 在传真稿写什么 四日K线 三线返红 五日K线 为孤岛成心转折 为多方抵抗成心 反多债掌的讯号 所以台子11 台子1月份 全力买多流仓 要取三线返红 孤岛成心 明日多方 或者是短线 乘胜追击 债掌的获利 那时候王老师 告诉 魔法家族 台子01 却认为孤岛成心 强多转折 全力买多流仓 要取近日大涨的获利 在9202的时候买 你去看一下 9200点的时候买 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大涨 大涨 以后他告诉你 三日K线 从现货告诉你 三日K线叫做一新二洋 中继再涨 今日高点非高点 新春开红盘 还有更高点 这三日K线 它就是一新二洋 今日高点非高点 量价其洋 为标准一新二洋 为中继再涨 今日高点非高点 还有更高点 所以指数 我常讲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都是留给做好准备的 你看到300多亿 没有量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过 当你看到是悲观还是乐观 悲观人认为说 台股没有量 一新阑珊 对不对 就在场外做什么 我们讲说 在场外关盘 但是王老师告诉你说 股市永远都是二八法则 两层可以动 赢家是因为他能够动着先机 他能够发现变盘 征兆转折的迹象 八层的人 他的心情血压 是随着大盘涨跌 涨不知所措 跌不知惊慌失措 他的心情血压 就是跟着大盘 当大盘没有量的时候 他的心跳 就像心电图一样 趋于平 平稳 所以他对大盘 没有什么 发现没有希望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 你是用悲观还是乐观 王老师 是不是举两个故事 跟各位分享 对不对 一个是去非洲 卖鞋子的嘛 乐观人认为非洲 都没穿鞋子 不得了 以后市场很大 悲观的人 是看到是什么 他们都不穿鞋子 没市场 现在台股也是一样 没有量300多月的时候 王老师这两天 有没有跟各位讲 你就看没有量吧 你就认为没量吧 我跟各位讲过 两层的赢家 听王老师的一席话 你绝对会大获全胜 这里转折 我又跟各位讲 这里是自席量了 从国际股市到台股的领先指标 数不倒何来胡顺散啊 对不对 所以既然如此的话 当然指数啊 它是孤岛成心 孤岛成心的定义是什么 孤岛成心的定义就是 这个12345 5日K线为孤岛成心 我讲过 最少有三天多方控盘 第一天 第二天 还有第三天 那既然还有第三天 三日K线为一心二阳 就是今日高点 不是高点 还有更高点 所以既然如此的话 这个是孤岛成心转折 那台子领衣 全力买多留仓 要取三线返红 孤岛成心 明天多方 怎样 或者是短线 趁盛追击啊 昨天王老师告诉会员什么事情 很重要的 有没有看到 其中啊 要全力布局 颇段标股要持续加码 会员听好 按王老师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持续要全力加码 会让你看到比有威科还要票汉 让你看到他一月份啊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我讲过啊 既有威科之后 王老师第二档标股啊 都没有公开 王老师有威科在12月的时候公开给你看 但是这一档个股我讲过 当会员赚了四成五成的时候 王老师会公开 现在已经赚两成多了 现在已经超过两根停摆了 两成多了 接下来呢 那你就等待一月份 这一股票要持续的加码 要准备一口吃成胖子 要坐对一次胜过十次 要让你明年啊 春暖花开的时候啊 富贵满市 所以这一档个股一定要特别注意 所以王老师告诉会员啊 准备全力补再加码 再持续要这样 要加码 要持续加码 那今天我们来看整个大盘 三日的K线 这个叫一新二洋 为中继在长 然后中继在长 就是今日高点 不是高点 还有更高点 那你回到周线 回到周线给各位看 周线我跟各位讲过没 背离嘛 一定背离的啊 有背离啊 今天啊 在星日三的时候啊 就背离 一二就背离 三百多余背离 有背离就有转折嘛 有转折都一定上了嘛 我跟各位讲过 一定长了啊 我常跟各位讲 变盘一定有征兆 转折一定有迹象 除非你不知 你会感到恐惧 除非你无知 你会感到悲哀 所以股市 王老师永远相信 是二八法则 两成是赢家 八成是输家 因为两成的赢家 是怎样 先知先觉先知到 知道如何找到方法 找到财富 八成的人是找借口 不知 因为无知恐惧 因为不知悲哀 所以你试问一下 一年结束了 这一年结束了 你试问一下 你在股市的财富是积少成多 积沙成塔 还是万丈高楼平地起 还是怎样 一万一万又一万 两万三万四五万 六万七万八九万 飞入股市都不见 如果你的财富在一年来 你财富减少 好好思考一下 我该不该改变我的态度了 我的心态 我说如果你的心态对了 你就态度对了 态度决定你的高度跟深度 高度深度决定你的财富 你态度对了 你就找到财富 如果不对的话 改变 跟对人 走对路 是找到财富最快之路 复制是找到财富最快的捷径 去复制 跟着成功人去复制 复制什么 各位 复制有微科啊 各位 你看一下有微科是不是又涨停了 各位 23.5块钱 今天来到34.95 34.95 11块4 算10块钱好了 比整数啊 算11块钱 一张一万一 五张五万五 10张呢 11万五 这种股票大家都买得起 对不对 王老师最低点的时候 11月17号的时候 是不是告诉你 对不对 跟你讲嘛 对不对 我那时候怎么跟各位讲 我说过啊 股票有1700档 你不要瞎子摸像 要有专业分析 那时候王老师 有没有跟各位讲 对不对 iPhone 8概念股 鸿海集团的iPhone 8概念股 对 我会有没有跟各位讲 大陆燃丝科技 我也有专业 还有第一手消息 你没有第一手消息 跟专业分析 你怎么让股票成为支付的工具 我说过赚 这一个坡断了 对不对 满足了吗 你去思考一下 现在还有什么 还有更飘悍的是这一档股票嘛 你看一下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 在生医学 小和财肉尖尖角 蜻蜓早已立上头 那时候给各位看是这样子哦 水泼不新 就像现在大盘一样 我说过你准备一月份 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接下来我给各位看周线 是不是水泼不新 泼蓝不动 八方吹不动 我说过啊 那是暴风前的宁静 那是要吸筹码 筹码吃完了以后 小和财肉尖尖角而已啊 那时候周线 上一周的周线 已经出现这样子了 我跟各位讲 小和财肉尖尖角 蜻蜓已经立上头了 所有藏黑大量 又有藏红大量 孤岛转折必有大行情 来周线 今天周线收给你看 今天周线已经收出来了 给你看 准备下个星期 迎接三阳开泰 百花齐放 钟摆理论 队长 走势 你拭目以待 他已经连两根了 各位看到没 我给各位看的时候 你不相信吧 对不对 就好像有威科一样嘛 有威科我跟各位讲 全省演讲我没讲吗 北中南演讲我没讲吗 但是演讲的时候 他就在这里震荡啊 对不对 很多投资人不耐久盘啊 对不对 不经意翻弹侧股 拿来梅花扑鼻箱 你没有经过千锤百炼 他怎么会变成无敌铁金刚 在这里横盘区间突破嘛 这个叫横盘的区间突破 有没有看到 这个叫做区间横盘突破 突破之后必有波段涨势嘛 但是很多投资人啊 都认为啊 都喜欢去当什么 我们讲说去当见证者 不喜欢去当参与者 喜欢在旁边看 我看不愿意踏出那一步 那你就会错失机会 所以我讲过机会错失一次啊 不可惜啊 错失两次啊 真的会跟财富结缘啊 会跟财富变成结缘体 我讲过错失一次绝对不可惜 绝对不可以错失第二次 当你错失第二次的时候啊 代表财富真的会离你越来越远 为什么 因为那是机会 机会之门 财富之门来敲的时候 我们讲说机会之门要打开 财富之神来敲门的时候 你机会之门不打开的时候啊 那你不就很可惜吗 各位 有微科你自己看一下 有微科 一张赚一万一万一啊 你买十张就十万 你手上现在有二十张的人 你就赚二十万 满足了吗 不满足 为什么 因为啊 要记有微科之后啊 我讲过啊 这一档股票啊 记有微科之后 我刚才给各位看了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一档啊 我说过啊 小和某财肉尖尖尖角的啊 有没有看到 周线啊 连两周啊 给各位看啊 所以有微科 你错失了 不可惜 但是啊 王老师要告诉你 你绝对不要错失这一档个股 这一档个股我讲过 它会比有微科还要强 时间你会来见证 王老师讲的这一档标股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以后再回来 免费优惠 好各位投资朋友 把握新的一年开始 王老师张开双手 欢迎你 把握继有微科之后 下一档标股 我说过机会错失有微科不可惜 但是千万绝对不可错失 在一月份准备大鹏 一日同风起 扶腰直上九万里 让你有倍数获利契机 一口吃神胖子的什么标股 王老师特别在送你云端 魔法K线速成班 赶快拿起电话 跟线上助理联络 千万不可错失这一档标股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投雇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投雇 02-2389-5489-2389-5489 启发投雇盘中收费语音 0204-58966 0204-58966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启发投雇用最细腻的心思 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 稳定的投资通管 涨势作多 跌势作空 灵活的资金运用 顺势多空 双向操作 带领您避开工线 追求最高绩效 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 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 启发投雇02-2389-5489-2389-5489-2389-5489 平常工作时 总是穿势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常跟各位讲 真的有死要有得 巴菲特常跟各位讲一句话 如果你发现自己 在一艘不断漏水船 以其花精神去补破洞 有个股让你流来流去 流成丑 最后有可能会断头 你不如多花点精神 去想办法 换另外一艘航空母舰 真的 不要为了一棵树 放弃整个森林 明年三阳开泰百花齐放的时候 标股三阳开泰百花齐放的时候 我刚才周线给各位看 我说如果明年 你看到现在已经是两个周线了 两周线它是收红了 明年三阳开泰百花齐放 它才第一步才大抵完成 准备要怎样 要大涨了 如果明年你错失了 那真的是相当的可惜 不要让自己陷于泥沼里面 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 你的股票该泰除的要泰除 该换的要换 有舍才会有得 你不舍你就陷在泥沼里面 但是你有舍得的时候 你失去会得到更多 舍得重新开始有没有得到更多 你各位你去试试看 我当初告诉你说 这一档标股要大涨了 那时候王老师盖牌 后来王老师开牌给各位看了 结果你看到没 它是不是大涨了 如果当初你跟着去做的话 一张你是不是赚十块钱 你已经扳回来了 你是不是扳回来了 扳回来就好了吗 各位你去看吧 各位你再来看 昨天进场布局 12月29号白烟 今天有没有涨停板 你去看啊 今天有没有涨停板 各位白烟 为什么要买 很简单嘛 昨天已经开始大抵完成嘛 昨天已经攻击讯号出来了嘛 他整个转折攻击讯号 这里有大量准备要突破 大量要攻击了嘛 春江水暖压先知 变盘一定有征兆 转折一定有迹象 你一定进在魔法K线 思纳九五八胜算 他大原底在昨天已经出现 突破攻击讯号了 当进则进 你不进正师奇迹 所以他今天 各位 你试试看 这个底部的量大不大 就好像昨天王老师 跟各位举号顶一样嘛 号顶嘛 你去复制嘛 号顶也是一样啊 他这一天已经出现了突破讯号 接下来就大涨了嘛 他底部的时候量大不大 很大嘛 那一定会涨嘛 但两百多块你买得起吗 有些生头小民买不起嘛 所以买不起 王老师才要告诉你说 这一档啊 二三十块你绝对买得起 好 第一个 从给各位看 对不对 慢慢给各位看 它的周线 我说过日本再生医学啊 周线啊 各位 你看吧 这一档二三十块你买不起吗 跟有微科一样的价位啊 各位 但是啊 昨天啊 带新会员布局 各位 你去看一下 3205 百言今天125.5了 还有耶 各位 统心没有忘记吧 你没有忘记 王老师昨天跟各位讲了统心吧 6426的统心啊 昨天涨停板 现在是什么 今天再涨59块了 各位 59块了 一张赚一万 买两张赚两万 买三张赚三万 你要买几张 各位 这些啊 都是啊 强势股啊 尊隆会员啊 高价股 尊隆会员才买得起 一般会员 我不会叫高价股 尊隆会员 你看一下 我们高价股 8406 对不对 金可 它是不是一样 333 点5 23块半 为什么要买 买在哪一天 你自己看 12月13号 买在哪一天 买在转折量出来 吃掉底部空方量了嘛 这个空方量这么大 被吃掉了 哪有其有不涨 早涨晚涨 都要涨 急涨还涨的问题嘛 早涨晚涨的问题而已嘛 复制 跟着模法K线去复制 所以你看到统新啊 6426 这些是不是强势票汉股 你自己去看 各位 59块钱 一张也赚10块钱了 对不对 这些每一档个股都是如此 包括有微科 你去看是不是如此 今天也是一样 3580 有微科是不是也是如此 哪一档不是强势谷 王老师做的哪一档不是强势谷 但是啊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你没有武器的话 你不可能 就像王老师跟各位讲了说 在这里啊 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啊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你没有武器的话 怎么可能 村众一粒数 像王老师要告诉 后面这两段话 村众一粒数 你准备要求收万科子 王老师告诉你啊 你就准备村众一粒数 准备求收万科子 这一档股票啊 周线啊 给各位看啊 你就准备啊 求收万科子 周线已经出来了 日线看短线 周线看中线啊 你就准备求收万科子 王老师啊 邀请你 真的 绝对千万 措施有微科 你千万不可以措施这一档 阿里巴巴怎么跟各位讲 有没有看到 阿里巴巴马云的语录 跟各位讲 悲哀的人啊 拿自己的时间去见证别人梦想成真 可怜的人是自己不敢去尝试 看戏 然后一万一万又一万 或者两万三万四万 六万七万八九万 飞入股市都不见 或者自己陷入啊 套牢的窘境 嘲笑别人为梦想而奔跑 或者最大失败 不是跌倒啊 是你不敢跨出那第一步啊 对不对 王老师也可以告诉你 跟着他 他马云说跟着我做 我就带你赚 你跟着王老师的脚步 跟对人走对路 复制是成功财富最快的捷径 我就带着你赚 不敢跟我做 王老师 我带着会员 我赚给你看 你就拭目以待 有人说啊 等你成功了 我再跟你做 现在有微科已经成功了 现在第二档 那你说跟着我做 你可知道等我成功的时候 你距离跟我会员差来越来越远了 各位好好思考这一段话 真的 一步一步啊 去验证 王老师啊 我说过时间是最好见证者 他会来见证 就好像棋子 我告诉各位是孤岛成心 全力转折 买多流畅 要取近日大涨获利 传真稿我也给你看了 就告诉会员说 这里是孤岛成心 岂有不涨 只要遇到谋法K线 孤岛成心 岂有不涨 一心二氧 一定终继再涨嘛 那既然如此的话 你变盘的征兆 转折迹象都已经出现了 就像你一样嘛 三百多亿 我跟各位分析过几次了 这几天 我还在提醒 二八法则 两成永远是赢家 永远是股市会赚钱的人 八成永远是输家 但是王老师 现在要告诉你一句话 你想要成为大人物赚大钱 还是要小人物减零钱 如果你要成为大人物赚大钱 王老师告诉你 你绝对不要错失这一档 周线已经连二红了 准备要三洋开态了 我跟各位讲过 你要成为大人物 想要赚大钱 王老师告诉你 跟着脚步啊 真的 巴菲特讲的 学会你只要花四十分钱 王老师帮你去赚一块钱的价值 用王老师的专业 最专业 还有第一手消息 还有你们的投资 王老师告诉你 你有机会一口吃成胖子 如果要怎么操作 我老师欢迎 赶快跟上脚步 下个礼拜是最后进场的机会 祝各位操盘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这些小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盛平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好 各位投资朋友 赶快把握下个礼拜 标股最后进场的机会 赶快拿起电话 跟线上助理联络 王老师带你赶快进场 把握这一档标股 启动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投顾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投顾 02-2389-5489 2389-5489 启发投顾盘中收费语音 0204-58966 0204-58966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启发投顾用最细腻的心思 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 稳定的投资通管 涨市做多 跌市做空 灵活的资金运用 顺势多空 双向操作 带领您避开风险 追求最高技巧 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 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 启发投顾 02-2389-5489 2389-5489 台湾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 这样就好 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 对环境好 而且经过政府厌城通过的 最好还是上预设生活咨询网 台湾人 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耶